瑞兴一母田的阿兴 荷兰豆的营养价值是极高的 能抗净消炎 增进新陈代谢 增强免疫力 甚至能防止便秘 防矮 增强体质 这么好的食材 能自己种就更好了 以下从疫苗 做支撑架 整支 施肥 来分享整个种植的过程 种子一秒 四天就发芽了 十多天就长这么高了 种苗早一点移植 火则根系盘踞在一起 伸展困难 直至就会长不健康 冻的底部20公分处 放一把 有机质的 回料 种下种苗了 浇下水 再轻轻的压 才会稳固 间隔60公分 种一颗 剥植片做支撑架 侯然痘的支条软棉无力 虚株称架 可以攀爬 每一颗 拆根竹片 四根竹片 把它绑成一束 中途 还要加几条绳索 这样才够它支撑 把支条绑在支撑架上 这样才会稳固 10到20天 追悔一次 荷兰豆 需要许多的 肥份 花线杂草 就要立刻拔除 才不会吃养分 约两个月 就开始开花 结果了 这是第一次的采收 荷兰豆很会长侧芽 每一根 留35根支条就可以 太多会长不好 而且容易得白粉病 从此口一直采收 四至六天就采一大篮子 荷兰豆炒鱿鱼很对味 再加一点辣椒更棒 炒小管松茸菇也很好 分享支持 谢谢 谢谢 bies OK